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世界中的云云众生也都被命运唤醒了 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疯子和傻子的世界 我是宽阿米 今天来聊聊这部另类的成人电影《大世界》 电影是合作的艺术 但在动画电影上可以不是 刘健用他的数位版独自画了三年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过着苦行森般的生活 编剧 导演 制片 设计 原画 动画 配音 剪辑 海报都自己干 甚至还给那首《洗脑神曲》《我爱香格里拉》做了词 这是刘健的选择 因为他接受不了瑕疵 接受不了妥协 他希望每一缕线条都是我的风格 很多观众朋友知道了也问我 说你这样子是不是太辛苦了 就是一个人花三年的时间做这样的电影 然后我告诉他们 我说如果你花去三年的时间 在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凭借一己之力制作出来的电影 究竟好不好看 我认为整部电影就是一个大写的粗糙 我却爱极了这种粗糙 它终究是属于成人世界的粗糙 一进影院就看到墨绿色的天空 灰败的工地 火车站 底下的烟头 路边的五金店 大世界的背景是中国大地最常见的城乡结合部 这些被夹在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地带 是工业快速发展缝隙里的神秘空间 这些空间有一样灰头土脸的街道 一样歪七竖八的行道树 一样的铺子在一样招牌上写着一样的红字 这里的人们有一样的脸孔写着一样的疲惫 他们生产 工作 然后一无所有 这个世界与他们无关 除了背景 人物状态也是粗糙的 他们是市井街头随处可见的人 他们可能上一秒在街头巷尾和你我擦肩而过 下一秒却因为一个未知的意外 卷入整个世界的波澜之中 他们每人心里都穿有一个小理想 有着自己秉持的人生信条 甚至还有信仰 阿弥陀佛 这些云云众生被刘剑从现实中挑选出来 扔到大世界里 再往里面扔一袋钱 他们便一手抓着理想 一手握着菜刀往那袋钱扑过去 故事便自己运转起来 你是谁 我只是路过 不要在乎我是谁 钱呢 人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野兽 故事中的小张是一个老实人 老实人怎么会抢钱呢 为了改变命运 大世界中的人物都处在灰色地带 他们因金钱而迷失 或虚伪或贪欲甚至暴力 但同时 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美好的憧憬 在荒诞喜剧的背后 大世界有着深层的悲剧性 掀开海报的一角 发现背面粗糙的墙上刻着命运两个字 小张的女友想去韩国整容 是想要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命运 中途加入抢钱的小夫妻 幻想着用这一百万去香格里拉 那是他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为房地产老板工作的杀手兽皮 也想要这笔钱 他希望送女儿出国留学 而黄衍是个民间发明家 却很有报复 他梦想用这一百万安安心心的搞科研 从而改变命运 电影里没有绝对的坏人 只有想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在电影当中 有两个大树在街边聊天 瘦得问胖的 佛和上帝究竟哪个法力大 电影告诉我们 他们都没有一袋子毛爷爷法力更大 就像刘健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所说的 大世界里描绘的是一幅群像图 里面没有绝对的人物主角 那包钱才是电影中真正的主角 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想要靠一百万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影片中的一句台词 似乎为他们的命运做了批注 每个人想改变命运 每个人都被命运改变 西川有一首诗写道 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 阿德 如果你的兄弟碎了你的女人 你怎么办 捅了她 什么新作的 三杨作 离开沉重的话题 回到观影的趣味性上 从预告片能够看出 整部电影呈现一种黑色幽默的氛围 而这种黑色幽默 是利用反差营造的 比如卖猪肉的杀手 兽批家里 贴着骆琪和小狗的海报 在杀人的关键时刻 他会耐心地听完 房地产中介的骚扰电话 并礼貌地回绝 房地产老板刘叔 总把一些名人名言挂在嘴边 却总记不住这些话 出自何人之口 他和四季的一问一答 形成了一种戏学 这也表示刘叔 虽然在物质层面脱离了底层 但在精神上 依旧逃离不了 黄眼的高科技 来自电线杆上的虚假广告 透视跟踪无所不能 民间科学家的发明 更像是廉价杂志背后的广告 导演借助喜剧 折射成人世界 描绘现实的残酷与美好 除了黑色幽默 电影呈现更多的是一种 日常化的冷漠 日常化的残忍 电影中小张回到网吧后 发现自己的位置 被一学生占了 叫嚣着把他赶走后 学生二话没说的 就给他的头来了一瓶子 两三个分镜很少的语言 就把日常化的冷漠体现出来 不由分说地给你一棒 让你感受到 这个世界局部的真实 整部电影有些奇怪的地方 比如电影中段 出现了长时间江水的画面 江水从灰色变成绿色 再变成蓝色 邮剑本人说 这段影像是用来给观众休息的 也有人解读 这是小张的梦境 现实的隐喻等等 在我看来 这个画面就是为了 给电影上映 争取时间 由于每部院线电影 都有最低时长限制 所以大世界有了超长的片尾 以及中间这一段江水 甚至还有彩蛋 最后刘叔趴在地上喘息的彩蛋 表现了一种无力感 而这种无力感 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后 最大的感受 在电影最后 警察叔叔如约登场 把一切都处理到位 可是我更愿意相信 真正的结局 不是由体质来解决一切 而那一代被雨淋时的毛爷爷 以及再次得到他的小张 是又一个轮回的开始 命运是不会停下脚步的 把灰色 粗糙 命运 理想主义 黑色幽默混在一起 这 就是刘健的大世界 电影独特的风格是亮点 但并非唯一的亮点 细线发散又聚集 看得很过瘾 我喜欢这种扁平化的质感 喜欢电影当中 非专业配音演员的配音 带着一点香音 说着地道的台词 很有味 加上电影片尾固定场景的空镜头 与整个动画风格 形成了一种粗糙美感的呼应 仿佛时间被停滞 刘健把定格在脑中 八十年代的画面 声音 音乐 符号 画外音 用一种静止的流动感呈现出来 既是表达过去 也是表达当下 因为现在的中国 既有过去 也有当下 甚至早已到了未来 和贾张科的三家好人一样 刘健在电影中加入了 魔幻现实主义般的宇宙飞船 以及那首《我爱香格里拉》的MV 给我们看见藏在 理想主义光芒下的暗淡 大块明亮的颜色 表面旋律的欢快 也终无法掩盖内心的悲凉 我是狂阿弥 喜欢我的影评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每周给大家分享 有趣的影评和书评 狂阿弥电影日历 每天分享一部小钟电影 以及资源 让你不再偏慌 网易云里有所有配乐的歌单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视频下给我留言 并在那里 和我分享你的电影生命吧 我是狂阿弥 明天见 明天见